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这篇书斋 这本书是 别想了 好好生活吧 停止无建设性的反复思考 作者是安妮伯吉尔 安妮伯吉尔从2011年 就开始经营部落格现代版的达西夫人 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取自于 曾奥斯丁的小说 他从新颖的角度来看待旧有的想法 和读者探讨阅读和生活 很快就获得一批聪明细心体贴的读者 热切地坠捧 最受欢迎的贴文都是他所提供的阅读书单 因此读者 作家 以及出版商都知道 他是一位引领潮流的人 2016年他创立了播客 下一本该读什么 探讨文学媒介 阅读疗法 以及所有关于书籍和阅读的内容 2019年安妮再推出另一个播客节目 《一本好书》介绍自己心爱的书籍 安妮自己曾经深陷想太多的思考流沙之中 一开始 她找不到任何现有的资源 来处理自己过度思考的难题 透过多年的寻找和尝试 她整理自身的经验和方法 写成了这本书 献给和她一样 曾经深陷决策疲劳 不知所措的读者 为生活带来更多平静和快乐 在这本书中 她分享自己刻意培养和练习的可行步骤 每当她陷入过度思考的情境的时候 就能够依赖这些方法走出困境 让生活更多的转变 逐渐累积每个小进步 进而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 今天的书斋内容是 维持身体和大脑健康 如果四件事情没做好 谈再多也没意义 幸福的化学作用 这本书的作者 艾蒙斯博士认为 睡眠 运动和饮食 是恢复力的根本 我们即使在面临压力和失去的当下 也能保持平静和情绪稳定 艾蒙斯这么写道 如果某件事对身体其他部位有害 那么它也会对大脑有害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这些策略不仅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会使我们的大脑健康 提高精神和注意力 经历充沛和专注的大脑 就不会是过度思考的大脑 缺乏运动与过度思考直接相关 关于运动 艾蒙斯写道 想象有一种药物 它很便宜 适当使用的时候没有负面影响 能够帮助每个使用者 预防大多数的慢性疾病 减缓衰老过程 改善睡眠 减轻压力 保护大脑 提升情绪 增强自尊 甚至于增进性生活 它会比百优姐更受欢迎 这种药物就是运动 艾斯蒙毫不讳言 能源经济学就像好的投资 明智的使用将会越用越多 你最好的投资就是定期运动 这不止能够保护细胞 还能够使之成为 更好的能量生产者 我们不需要将它复杂化 虽然某些情况下 可能需要更精确的处方 也许需要医生的参与 但我们大多数人 不必为照顾身体想太多 不久前 当我去看医生 进行年度体检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当我跟医生说 我很担心我的家族 病史的时候 他的指示简单到 让我笑出声来 医生说 你看起来身体很好 我都会告诉我的病人 要做四件事 每天至少散步二十分钟 获得充足的睡眠 吃真正的食物 以及多喝水 我问他 就这样吗 医生说 就这样 我们可以花一整天来讨论 关于如何微调细节 但是如果你不从这些 基本功夫下手 谈再多都没有意义 说的够多了 有意识的休息 思考是一件吃力的工作 当我们精神上 获得休息和恢复的时候 则更容易让思绪 维持在正轨 我们不是因为困了 才感到疲倦 光是保持一整天精神集中 就足以耗费我们的能量 由于疲劳的大脑 很容易变成过度思考的大脑 因此我们不只是在晚上 其实整天都需要在精神上 获得休息 不管我们在思考什么 有效思考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 都会休息 十分钟 几个小时 又是连续个几天 所以如果要聪明处理 思考这件事 就要定期给予自己 能够恢复精力的休息 要小心生产力专家 罗拉·范德康所说的 假休息 也就是我们为了填满休息时间 而无意识养成的习惯 比如说查收电子邮件 或者是滑手机的动态等等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来刷新自己 而不是我们的收件夹 当我们没有精神的时候 这个时候身体和大脑 需要真正的休息 比如说坐着喝杯好咖啡 或者是在午休时间溜出去 书店晃晃 也或者当你真的感到喘不过气的时候 静静地坐下来 看云看个几分钟 关于有意识休息的好处 范德康写道 午休的时候散步三十分钟 将让你的头脑清醒 并让你在下午其余的时间里 集中精力 这意味着 你不会因为大脑很混乱 而连续阅读同一封邮件六次 或者是被困在加班里 做一些你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当我们精神疲惫的时候 过度思考就会悄然而至 因为我们筋疲力尽的大脑 已经无力抵抗 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欢在工作日的时候 工作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后 来个短暂休息 我会经常绕着街区 快速走一圈 并且称它为心理健康休息 这听起来可能很像个笑话 但真的不是哦 以下是我会在休息时间进行的事情 阅读小说的一个章节 尽管身为一个以阅读为生的人 我需要确保自己所选的 是一本感觉不像工作的书 或者是翻翻烹饪书 或者是原艺书 去拿邮件和邻居们聊天 打电话关心朋友 短跑 跟着YouTube上的五分钟瑜伽影片 做个运动 一个人散步 不戴耳机 在门廊的秋千上 坐上几分钟 去附近的书店 浏览群书 休息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当我们认为简单 并不代表有效的时候 便是开始过度复杂化 和想太多的时候 这个策略不需要太过复杂 也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你可以试试看哦 以上书摘 摘字别想了 好好生活吧 停止无建设性地反复思考 出自天下杂志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